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第序二 一心尽性 一个心要尽性 干净的去相信 你如果信菩萨不干净 你修不好 干净的相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今天相信观世音菩萨没有半点私心 我完全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了 是这个叫尽性 如果观世音菩萨你救救我 最后观世音菩萨你听到我声音了吗 菩萨哪会听不到啊 全听得到 你在心里面讲话他都听得见 你看看现在心有灵犀点痛你们还不知道啊 所以你们不要讲话 你往观世音菩萨面前一跪 菩萨都看得到你 哦 孩子不好 哎呀 给他孩子加持吧 你有时候讲都不要讲的 有些人还觉得好像观世音菩萨听不见 对不对啊 你只有心中叫菩萨可以想 观世音菩萨呀 观世音菩萨叫这个 呼法声都开心 因为你是尽性相信观世音菩萨 接下来的事情求的时候不要太想 观世音菩萨啊 观世音菩萨啊 你救救我啊 救救我可以 然后接下来救救我的孩子啊 救救我啊 就讲得轻一点了 专心修佛很重要 你别看这四个字啊 要专心啊 你们有时候学佛不专心啊 修是什么 修自己的心啊 修自己心中的佛呀 所以有一个故事说 有一个人跟老和尚到了庙里去 老和尚你来干嘛 他说我来修佛 老和尚我庙里的佛很好 不要你修 修佛是修你心中的佛 修你心中的佛性 要把心安住 心不可乱动 所以呢 有几句话呢 希望大家呢 要管控好自己的心了 叫勿贪其 心啊 勿贪其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看见稀奇古怪的东西 很多人就去贪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呦 一看见别人说什么 哎呦 是吧 哎呀 从来没有过 好了 你就贪了 你就贪奇怪东西 你的心会乱动 勿贪多 你们记住了 什么事情多了就出事了 我问你们吃了多了 肠胃会出事吧 想多了脑子会出事吗 对不对啊 拼命的做为了赚钱 打工 身体做了太多了 身体会出事吗 抽烟抽了多了 会出事吗 喝酒喝了多了 会出事吗 生气生了多了 会出事吗 什么东西一多就不好了 你们记住啊 什么东西都要适中 少一点死不了 太多了会出毛病的 钱多了会出事吧 你看很多人有钱被绑架 各种投资最后拿不到 会出事吧 然后呢 物贪灵验邪术 邪术是什么 乱讲啊 有些人整天乱讲 所以很多人不懂的了 你要把人家通过能量传递 把人家往正能量来讲 哎呀 看见菩萨了 大家是不是热血沸腾啊 我们有时候不要幻听 幻听幻视 幻听幻视呢 就是听到 哎呦 我好像听到了 不要去乱想 听到了 就当心一点 幻听幻视 有时候眼睛明明看不见了 哎呦 我看见了 有的时候看见了 哎呀 我看不见 我告诉你 这个人的眼睛都会出毛病 人的耳朵都会出毛病 这个里面包括人在人间 听到不应该听的东西 还有不应该看的东西 都是属于幻觉 人家告诉你说 哎呦 我告诉你啊 先不要去听它 明白了吗 所以你这样的话 你不去幻听幻视的话 你就会少听很多的别人 对你的诽谤 还有呢 盲目的迷信 所以学博学的好的人 不迷信的 你看看你们跟师父学 我不叫你们迷信的 听得懂吗 你看你们规规矩矩矩学佛 你们爱怎么磕头就怎么磕 我没有统一规定的 哦 你们今天来听师父上课了 全部穿一律的衣服 不要了 心在菩萨这里就可以了 盲信是什么 就是盲目的去相信 明白吗 所以迷信 实际上都有贪囚的一面 明白吗 就是不管你是有钱的 没钱的人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点贪心 你说你有钱的人不贪吗 你没钱的人不贪吗 都贪 所以正因为人间有求 而求呢 是无止无尽的 因为他会蒙蔽我们的心 一个人要了多了 就会蒙蔽我们的心 使我们丢失了自信 所以要超凡路胜 超凡路胜是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不跟人一样 贪这个贪那个 我要跟别人不一样 成为一个圣人 很干净 我要真心忏悔 要懂得心包太虚 心包太虚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空的啦 你的心要包容他 你要他干嘛啦 小的时候我们跟兄弟姐妹 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要我要 你现在还要吗 你在学校里的时候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你现在还要吗 过去的不可得啦 2019年有很多东西 你们现在要呀 没啦 过去了就过去了 现在2020年啦 听懂了吗 宇宙空向 就是让你得到修物正道之法 宇宙空向就是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所以一个人要到最后是回归本源 人要善良 人不要去害别人 害别人总有一天会被人家害 人生是空 繁华是假呀 你看开心吗 假的呀 一会儿结束了 年轻的时候 很多老妈妈 你们想想看 你们结婚的时候 也是蛮有排场 也是很有面子的吧 哎呦 结婚的时候 小姑娘一个 对不对 老公来迎娶你的时候呢 还不好意思呢 现在想想是不是空的啦 老公在你面前讲了多少 天言蜜语啊 天言到哪去了 蜜语到哪去了 人最大的问题 是不是说你们叫幻听啊 幻识啊 看到也不是真实的 听到也不是真实的 要用真心啊 你不用真心做任何事情 全是空的假的 就是告诉你们 繁华是假 其实一个人看起来 哎呦 风光啊 繁华呀 哎呦 有名有利啊 只是人生当中的一粒杀呀 爱我们的人离你而去了 恨你的人 天天还在你身边 天天上班看到不想看的人 天天吃饭看到不想吃的菜 天天看着自己照的镜子都不想看 我咋变成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你必须要接受现实啊 因为他最后的回归本源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伊丽莎 很快的结束 举个简单例子 就像一个画家 他用一生的心血 画出了一幅画 这幅画 随着时代的变迁 很快的在 很多人的赞叹声中 就失去了 没了 就像一个人一样的 哎呦 你这个人很好 你这个最后吗 看追悼会吗 就是人多一点呀 所以千万不要在 自己还没结束之前浪费呀 你们在墓碑上前面那个树子 竟有了 几几年生的有了吗 就却后面了 有本事谁憋的最后不走 听得懂吗 所以叫你们不要就这么 想不通 你想想看人生就这么快呀 你为什么还要想不通 为什么我的孩子对我这么样 为什么我老公对我这么样 为什么我的家里对我这么样 为什么单位里对我这么样 你就想好了 你想不通 很快你的一生就划上句号了 你想得通 你天天开心 好好念经想通了就完了 学佛人呢 要懂得想得开 空的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叫究竟 记住 人生的究竟 就叫轮回因果 究竟了 到底了 就是轮回呀 有什么了 你生了孩子了 孩子再生孩子了 子子孙孙 那是没有穷尽的 你烦恼了 你解决了 又烦了 又解决了 又烦恼又解决 一直烦到你死啊 都烦不完的 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这辈子会烦得完的 对不对呀 如果一直烦恼下去 那你真的完了 人生短短的几十年的光阴 很快的就失去了 唯有珍惜呀 珍惜每一天呢 因为贪欲 在人的思维中 已经太多了 贪已经掌握和控制你的心了 你们告诉我哪个人不贪呢 好了还要好 好了 所以我叫你们要学会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我够了 我节约一点 我一直培养所有的我的弟子们 你们要学会节约 有钱也不要乱用啊 因为会把你们的福气用掉的 听懂了吗 不要乱用啊 吃东西不要剩了 倒掉啊 都浪费的 他今天给了你了 你倒掉了 你有业障 你消福 所以有时候你们吃不下了 就跟人家说 不要了我够了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要学会 不要被人的贪念控制 自己的心要学会 不争 不去跟心争 因为贪心啊 欲望之心啊 烦恼之心啊 你不要去跟他争 他这个心就空空如也 就空了 所以学会感恩每一天 珍惜每一天 修行每一天 你才能快乐每一天 要感恩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点一滴 都是菩萨的赐予 就是菩萨给你的 你不要以为啊 今天让你开心 也是菩萨给的 给你吃东西 也是菩萨给的 给你一个板凳 都是菩萨给的 那心态就不一样了 要懂得 谁都不要去贪 珍惜现在 有一个理念 就是要懂得自己 终有一天 会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不要再去贪了 明白了吗 一个人 不要被欲望遮住了心 已经所拥有的 你一定要感到知足 你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一定要感到知足 不要一直在羡慕 别人所拥有的东西 这个学佛当中叫 是有相 无相为空 不管今天这个事情 你看见了 听到了 做了 开心了 最后是空了 这个事情 不管别人告诉你 是什么事情 你也把它看成是空的 因为这个事情 还没有实现 也没有过来 就是来了 也会去了 那你什么东西 都视为空 这叫空相 有相 无相 为空相 因为人间 有因果轮回 因果导致了轮回 你说你今天 种下这个因 跟别人闹了 最后果报来了 打得一塌糊涂 上法庭了 那么接下来呢 你打赢了 对不对啊 打赢了之后呢 他再上诉 是不是又轮回了 你刚刚开心 哎呀打赢了 他又开始告你了 你说有完没完 是不是轮回 这因果 是不是导致轮回 所以佛陀 曾经说过 佛教是无真的 你看看 我们是佛法 无真的 很多西人都知道 听说是学佛的人 他就知道 你不跟别人争斗的 你看我们 我们不跟别人争的 我们就是正法 师父教育了你们 十几年 你看看 我什么时候 跟你们讲过 叫你跟人家争斗啊 我永远叫你们 要学会 谦让 回避 化解 所以 学佛人 要 无争斗之心 要平衡 自己的身心 够了 已经很满足了 我很好啊 对不对啊 你看看 还有很多人 比我们还苦呢 平衡 自己的身心 心量 宽广 如果你这个人 为金钱 或者利益 去学佛法 你绝对 没有办法 解脱的 你有目的的 为了钱 为了名 为了利益 去学佛法 你没办法 解脱的 所以要用 无为法 解脱 无为法 是什么 我做任何事情 我没有 自身的利益 可赚的 我没有 我就是为众生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没有 一切 人间的利益 可以 把你束缚